今天由我們這個活動為信基金贊助 今晚會開始這個課題 我們經常去新界建築 例如我們見到這個 大家不知道有沒有印象 這是哪裏呢 這個是平山的興書室 我們見到一條很漂亮的 這條板有個名叫嚴口板 或叫華板或叫黃板 為什麼呢 因為上面很多吉祥圖案告訴我們 吉祥圖案會帶給好運 譬如我們見到這棵粥 粥是這棵 粥是代表什麼 如果從文人角度說 粥是正直中空 就是欠虛 有節有骨氣 但是重俗地說就是粥 粥報平安 我們見到這個 有幾個燕子 燕子是一隻很顧家的雀仔 如果那些香港人在家裡 有雀仔有燕子鬥 這家人是不吵架 很和俗 他才會來的 所以燕子是一種吉祥的東西 好了 我們去到這個地方 是不是走過去的時候 告訴我們 我們是平平安 告訴我們我們家裡很和睦 會給我們一個很好的意頭 所以我們俗稱一個叫黃板 黃板 黃板就說讓我們多些去入屋 多些去拜神 多些去回去 這個祠堂就是這樣解釋的 叫黃板 但是到底有什麼呢 其實我們是不清楚的 有這塊東西都不清楚 反正有什麼東西更加不清楚 所以 好了 比如我們看到獅子 這些都是一樣的 所以今晚的港 全部都是圍繞著這些東西 好了 在未講之前 其實大家都有錢 看看自己的銀包有沒有 有沒有這張銀子 一條要駕打銀行 有沒有 看看 有沒有 沒有駕打的 我們看到一條一條 一條吉祥物 這個是龍頭魚身的鱸魚 鱸魚 沒錯 鱸魚 或者我們有錢一些 看到 這個是100元的 是獨角牛蹄的 這是什麼來的 麒麟 又有 好了 看看有沒有 跟著的500元 這是鳳 這是鳳 鳳 對了 鳳 我們看到五爪金龍 我們有沒有留意的 記住不要洗著 儲起來 告訴別人 整天都是吉祥物 但我們沒有留意 現在我們吉祥物分什麼呢 分很多種形式 一種是我們說的神靈 神仙 第二種就是人物 第三種是動物 獅子 老虎 大象 接著是植物 最後是一種戲曲 戲曲 就是我們做大戲 而這些東西 都在我經常看到 慢慢去介紹 經常見的 就是胡合二仙 胡合二仙 就是兩個小孩子 小孩子 相傳就是一個叫韓山 一個叫十德 如果我們去光蘇 去韓山寺 就見到這個地方 韓山就拿著一個盒 盒很多寶珠 他拿著一個河花 河 河花 或者拿著和水 河 和俠 二仙 和俠是做什麼呢 第一代表夫婦和睦 不吵架 第二代表兄弟和睦 總之一個和氣 和氣 這個是和俠二仙 漂亮嗎 我家裡的陣床 好了 你可以見到另一個 這個就是寧藍之風 美孚老那個 這個 看見不是現在拿著和 剛才拿著河花 這個拿著和水 這個拿著補盒 這個拿著補盒 和俠 和俠二仙 這個是和俠二仙 好了 怕我們不會 超才進補和俠 先畫出來了 拿著和 拿著盒 是不是很清楚 這個在文字中詞 好了 這個就不是香港 這個在祖廟 最美一個 見到這個三田和俠 這個拿著盒 和俠二仙 這個 這個和俠二仙 這個是在祖廟那裏 經常見到這個 第二見得多的是門神 以前門神 就是因為 門口是經常進來的 打開門口的 很怕鬼神 所以一定要把人搜門口 最初門神是在漢代出現 最初是身書屈律 不是神柴 是身書屈律 身書屈律 當時是一個兩個捉鬼的神仙 他就是一到年尾 就在後山拿著桂尼 如果他沒有犯過法 就放了他 一做下一次 就用陶芋綁著他 扔後山餵老虎 人家覺得 身書屈律 就是守護著的 於是就應該做一個門神 到唐寺的時候 唐太宗 因為唐太宗 他下面有個大臣叫魏徵 魏徵答應這個龍王 就不去監斬 因為龍王和人輸倒 龍王和人輸倒 就說王大帝要幾時幾日下多少雨 他就跟那個洗漱老虎爭拗 落多了 落了就浸死很多人 所以王大帝就要斬龍王 叫魏徵去做監斬官 於是龍王就叫童太宗 你留住魏徵不要出街了 童太宗跟魏徵抓棋 抓到家後魏徵睡覺 魏徵飛了出去 就斬龍王 於是龍王慢慢走來 問童太宗 還我頭來 於是不能睡 童太宗下面有兩個大臣 一個是純粟寶 不慈公 兩個慢慢站在皇帝睡房門口 就看水 於是又睡了 但長矢矢矢不行 於是童太宗命令人 將純粟寶不慈公的樣子 抹出來 凍在門口 就成為你今天的門神 門神 好了 但是無論你是新書法律 或者純粟寶 童太宗不是很難畫 寫起的字就算數了 新書法律就算數了 這個就是長洲 而我所見過最貴的 不是說最貴的 門神 什麼慈公在這邊 慈公呢 很簡單 一定在我們看著的右手邊 我們看著右手邊 即是我的左邊 我一說什麼左右 其實就說我自己的位 左右 一定是怎樣 一定是五樓梳 兩撇雞 兩撇雞 一稜 而沈酥捕 就 dare一律 一質 一單 一是一個 為了不讓他們擺錯 於是要看著 這個絕對 就是めて 向著這一邊 這個就向著這一邊 立刻抵抬 如果兩群撇雷 叫做貼錯門神 你不 allocation 我不 downside mi 不問題 這是着貼錯門神 這個 五萬元 好厲害 這是陳火光先生的鎮床 這是第一手的楊柳青 看見是否五樓 五樓是白面 黑面是舊 這個一定是分 這個是東亞天后廟 有時覺得武官太過甚麼 於是製造一個文官出來 文官 這個是沙羅灣天后廟 文官的 這個也有 這個現在已經不見了 這個是吉澳的天后 這個鬼佬門神 相傳說1899年 英軍登陸吉澳 當時吉澳的村民全部關門 那些英軍就撞爛到門進去 發覺現在是一間廟 為了修補從村民的關係 於是就修了一道門 修了一道門之後 發現村民不收貨 為甚麼 沒有了門神 於是那些鬼佬不知如何好 結果一天喝啤酒 摸火阿森 坐大碟 看到啤牌一傾 就把那個傾畫上去 就這樣來 所以叫做鬼佬門神 但是不漂亮 所以前年 跟澳太平清朝 就把這個鬼佬門神拆了 就改成現在的樣子 現在漂亮不漂亮 這個漂亮 就是剛才的得意 當然剛才的得意 但是村民說 不是這個才是正式的門神 鬼佬搜門口是不對的 這個就是正式的鬼佬門神 就變成這個了 有沒有貼錯 怎麼錯了 是嗎 坑坑坑在那邊 這裏是哪裏 這裏是半島酒店 半島酒店 對見鬼多見人 所以無所謂了 無所謂了 這個 除了之外 我們經常見到日臣月臣 日臣有些是後藝 月臣是上俄 上俄賓月 有些日臣是桃花女 日臣是周公 月臣是桃花女 兩個人經常鬥法 泰白金星說 你們兩個不要鬥了 不如一人一邊 站在那裏 幫我看著門口 這樣便來了 通常是屋頂的 但有些是在大廳那邊 我們見到這個 是後藝 這個鏡上有些寫日子的 這個是男士來的 有展示 好 這邊這個是女的 是不是好 阿羅多姿 這個就是月臣 一人看一邊 一樣是男左 女右 沒有變的 這個是車公廟 拿著鏡 這邊是女的 這個就是月臣 有時不一定是屋頂 不一定是木頭 用石做的 用石做的 那些抹茶堂 去過甚麼 去過了 沒有留意 下次記得擔天望地 好了 這個是月臣 月臣 有些呢 這個就是大澳的華光古廟 我們看不看日臣月臣 這個就是月臣 這個月臣 又說月臣是女仔 但你記得說 柔柔柔柔柔 女都變男 又肥 女都變男 他一樣有他沒有鬍 好了 那日臣月臣是看著建築物 看著廟 但是我們在家裡的祠堂 這個神堪都是一間屋 因為為甚麼裡面放了我們祖先的木柱 都是一間屋 一樣有人看著過 在哪裏呢 這裏 這個就是日臣 這個月臣 好了 是吧 是吧 就是這樣解了 這個就是日臣月臣 好 跟著呢 最多的是甚麼 就是八仙 八仙我們很清楚見到 這個是誰來的 漢宗尼 曹國寇 何仙姑 韓襄子 張國露 鐵拐利 呂洞斌 南彩和漢宗尼 很明明白明白 見到八個人的樣子 就叫做明八仙 但是 這個就是非常漂亮的 吉澳天上廟 去過沒有 去過 有沒有看過 沒有看過 怎麼做道長員 你不要做道友 下次去吉澳自己找 好了 但是呢 也很正宗的 整個在這裏 整個在這裏 很正宗的 好 那八仙在我家 就是來我家賀壽 我家有老人家賣 做王母娘娘 好沒有 第一 八仙賀壽要過東海 東海很大浪 每個神仙都用自己的法術 八仙過海 過顯神通 即是每個神仙都有法力 他都來賀壽 好沒有 當然好 好 於是乎 八國籃 一二三四六七八 這個大澳火車貨物館 去得多了 你們 沒有人知道在哪裏 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 好 接著呢 因為每個神仙都有法器 這種法器 我們叫做暗八仙 暗八仙 因為八仙 靈好暗好 都是一種神力 一種吉祥 於是做到他 通常呢 經常見的是什麼呢 就是在一些香案 空著裏面 看到了 花腩 道程筒 陰陽板 葫蘆 劍 葵線 蝦笛 荷花 這裏就是八個神仙 他們自己的法器的職能 是吧 見到好東西來的 所以我們有五八仙 這裏有很大堆的 有時我們在屋頂見到分布不同地方 譬如我們見到 劍 大葵線 荷花 荷花 蝶 是吧 很多的 或者我看看另一邊 見到 葫蘆 陰陽板 道程筒 還有什麼 這個花腩 記不記得這些是哪個 記不記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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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裏有很多東西的 分布在這裏 現在全香港最大的一個 八仙 八仙 這裏就是威寧頓街的通膳壇 兩個號碼 很大的 這個 這個就是最突出的東西 接著呢 八仙 就在我們那些人間 廟裡很多 接著還有四大天王 一定在寺 甚麼四大天王 就不是黎明那些 就是我們現在說的 風條與信 因為四大天王是佛家的 佛教的一個護法 一個護法 他專門就是守住 我們那些佛所住的 那四個山頭 四個山頭 所以 原來是印度人的樣子 因為來了中國之後 漢化了 所以樣子就漂亮很多 我們根據 一樣是 他拿著法器 來定他的位置 大法子 四大天王 風條與信 我們很難記得 他甚麼南西北東 但是我記得他拿著甚麼的法器 譬如 拿著把劍的就是風 拿著琵琶會調教 那個沿線就叫做條 拿著把傘 下雨就是雨 拿著龍仔要順著的 韓服他就叫順 看看 這個拿著甚麼 劍 這個是甚麼 風 這個拿著琵琶是甚麼 橋 好了 這個呢 第二張 下雨擔車 雨 這裏拿著龍的 雨順 那裏叫順龍 風條雨順 就這樣看 我們不要去南北西東 不記得的 風條雨順 這裏拿著寶劍 封你 對了 但是這裏拿著甚麼 琵琶 這個就是條 不是拿傘 這個 是塔塔的 為甚麼呢 這個是北方 因為呢 又是講唐朝 當時唐延宗 那時就是安市之段 安陸山呢 那些兵圍著那個京城 那北面就告急 那當時在北面 來了一個天象 拿著塔來 放了很多那些金龜 咬斷了敵軍那些沿線 於是便解了那個圍 唐延宗就問 來者賀人 托塔天王李政 於是下令 所有北 一城的北面 全部要供奉他 由他代替了 拿著那個 那個雨 所以這個就是寶蓮子 這個就是托塔的 托塔的 這個就是信 拿著一條龍 所以四大天王 都有兩種不同的造型 兩組不同的造型 通常我們見到 就說 一定是入了一間廟 關門 接著到一個天王田 天王田入來 見到一個大吐佛 那就是尼納佛 兩邊就是四大天王 後面就是甚麼 後面就是韋陀菩薩 望著佛子 但是由於地王關係 是不行 於是乎 四大天王就不能蹲 我們見到 上了屋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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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甚麼 風 飄 雨 信 所以呢 東年國院 是一個佛家的地方 因為河東著氏的太太 她開了一間東年國院 就是信佛的 所以四大天王一定是佛子 一定是佛子的 八線一定是道教廟宇的行為 就是這樣解 這個 另一個在人街 凡街見到 我們家裡喝酒 茶酒 多數見到三星高照 三星高照是甚麼 即是福運臨門 高官厚路 和二年益壽 阿福阿陸阿壽 阿福阿陸阿壽 我們見到這個就很精彩了 這個最早期呢 這個就是阿福 這個就是阿陸 阿陸阿陸 這個就是余裔 這個就是壽頭 壽老 這個就是阿壽 一定是這樣 一定是阿福阿陸阿壽 不會擺錯的 如果你買到三星高照幾點擺 阿福阿陸阿壽 好了 跟著呢 這邊這個就是麻菇 麻菇就是 藍士大壽 就送壽政宮給他 呂士大壽就送麻菇 叫麻菇賀壽 這個就是和俠二仙 齊散了 但後來呢 因為有許多原因 阿陸就不是陸會了 就是送子 是送子 後來呢 就抱著BB 現在所有的樣子都抱著BB BB就是阿陸 瘦頭就是阿壽 阿福阿陸阿壽 阿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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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有沒有人擺錯的 阿福 阿樂這裏 阿仇在這裏 這裏是哪裏來的 淺 應該是阿仇在這裏 那現在擺錯了 這裏是哪裏來的 這是淺水灣 因為淺水灣給了鬼佬看的 所以錯了都沒有人知道的 就是這個意思 福禄仇淺水灣